妳好 大碗小碗 大的小的通通來 即使室外高溫炎熱 站在電扇底下 這一位就是北部人熟悉的 大腸麵線 香菜可以 迅速咬麵切斷 業者一克沒閒者 烏醋 蒜醬 放碗裡 接著加入靈魂配料 大腸跟蚵仔 最後來點香菜點綴 我們主要是用 茶椅湯底 然後那個我們就是大腸麵線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 調製的那個醬料 這樣就會形成一個 比較順滑可可 北部人吃麵線 蚵仔大腸是基本配料 麵花心也很多 加蝦子 干貝或花枝 相較南部麵線 肉跟魚漿是唯一主角 反倒精彩得多 南部比較甜 北部應該屬於 選擇可能比較多吧 是有青的跟勾芡 原來南北麵線口感差異 就要看業者又什麼來熬煮湯底 因為煮出來口味大不同 南部的這個湯底 主要是以柴魚高湯為基地 那北部的話有分兩大流派 一個是豬大骨的湯底的流派 一個是柴魚湯底的流派 口感上來講的話 南部它比較偏這個 勾芡稍微重一點 那北部的話是以麵比較多 那芡的部分是屬於勾芡 甚至有的麵線攤 它是不加這個勾芡 南部勾芡多 麵線濃稠度高 如果吃不完要回鍋加熱 恐怕就會黏在一起 因此南部人也叫它麵線攤 南部的好像比較黏稠 而且它會比較甜 我覺得南部的那個麵線 好像都很會加那種 比較甜的那種口味 然後我覺得北部的比較OK 那我個人的話 我就喜歡多加一點醋 然後加一點香菜這樣 其實看看南北麵線中的麵條 也有紅白之差 中南部用小麥搓成麵粉 直接做成白麵線 北部人就會把原本白麵條 日光曝曬再拿去蒸 就變成紅麵條 庶民小吃各地特色有別 也都有四種陶客